最近有不少企业都在珍财 航空业也不例外 有一家廉价航空来台发展 今天大局征求20到30名的服务员 因为打出的薪水比基本薪资要高出至少2万元 所以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请去报名 廉价航空来台珍财 第一关就先考你和大家一起拼拼图 考生们各个卯足全力要拼出图上的考题 有人激动到拼图拼到站起来 也有人冷静解题 航空公司出奇招考试 要看考生用英文沟通的能力 另一方面组织能力和群体分享技能 也是达分标准 看不出我们哪一个拼图该放在哪里 其实心情有一点点小紧张 因为都要全程用英文讲 所以就是会比较紧张一点 在航空业里面 事实上大家对我们台湾的朋友们的口碑是很好的 进合力也好 服务态度也好 而且学习能力也都很快 所以事实上很多外籍航空 不只是连架航空都喜欢来台湾做整裁 男女都有身高限制 差半公分都不行 因为平均5万多的月薪 让道考虑接近百分之百 而连架航空多走活泼路线 考场里当然也就多了点缤纷色彩 因为我本身也是比较活泼外向 那我很喜欢就是这样的团队工作这样 连架航空在台崛起 打着平均中上的薪资来台抢人 就是看准台湾人的热情活泼